第231章再见村长 韩非隐隐猜出了一个大概 江秦只怕也是从暴徒学院走出来的学生 所以才会惦念着暴徒学院 包括江老头也是 八成以前也是暴徒学院的 第二天天赋起零开始 这一次垂吊失恋韩非听说了 据说死伤率比去年低了五成 正因为韩非他们当初赢得了资源争夺赛的胜利 所以伤亡率才会这么低 但第一名好像只得了4000分出头 韩非估摸着 或许这前几名可以考虑一下 天水村起零池 韩非到的时候 偷摸摸地往人群中一站 前十名学生已经进入了池中 正在觉醒灵魂兽 片刻之后 水底就爆发出异动 尊长兴奋地大喝 张敏 觉醒迅捷乌贼灵魂兽 韩非没在意 所谓迅捷乌贼 就是一级渔场的稀有乌贼 以前他还会觉得很好 现在吗 没有半点感觉 陈毅 觉醒大肉龟 张康 觉醒触手瞎 直到最后一人 池中突然生出了很多的植物 韩非眼睛一亮 蝉灵草 却见村长也激动到 徐亚 觉醒天赋灵植蝉灵草 异类 这是真正的异类 村长站在雕塑下吹嘘着 韩非也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既然觉醒了蝉灵草 那基本就确定了后期的发展路线 除了操控师还有得选吗 徐亚从池中出来之后 举着手 向观众们挥手 不过脸上却没什么笑容 韩非只是暗中观察 心说 待会儿 找机会问问村长这徐亚什么天赋 战力几何 为人如何 毕竟这世上的操控师有很多 但是能进入暴徒学院的还只有一个洛小白 问洛小白强不强 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二 基于常理洛小白可没少出力 其战斗力虽然不及其他四人 但也弱不了太多 而且人家能控 能打 能防 还能避险 综合起来 相当不弱 扣一批百人当中 出了各一类的奸甲龟 和当初的王白玉一样 不过 在韩非看来太低了 在别人看来 这是个异类 但在他看来也就是个稀有灵魂兽 并不突出 接下来 是近三千人同时入池 因为今年起灵液异常充足 所以村长也有了底气 可韩非看着一只又一只普通灵魂兽出现 几乎都快麻木了 偶尔觉醒一条剑鱼都觉得好厉害 终于 这些人中 到底还是出现了一个异类 一个觉醒了变异蜘蛛蟹的少年 除此之外 几乎一大半都是普通渔场的灵魂兽 韩非就是一个纯粹看热闹的 无论周围的人怎么呼喊 他都压低着头没出声过 等天父起灵要结束的时候 他悄悄离开 逃到了村长家里 王院子里的椅子上一躺 随手掏出两只大草莓啃了起来 月末过了半个时辰 村长回家了 同时还领着三个少年 村长 徐雅 能觉醒的天父灵只可谓是千里挑一 你可不能白白浪费了天父 待此次 我给你去申请一下第一学院 养起 你的一类之珠蟹 这书为难得 论品及甚至要在蝉灵草之上 于千人之中脱颖而出 你是独一号 虽然灵脉不鲜 但我也能给你弄到第二学院里去就读 至于赵安 上一届的王白瑜就觉醒了肩甲龟 如今在第一学院算是不错 我争取把你弄过去 到时候也有个照应 村长正说着 固然脚步一顿 就看见自己平时最喜欢的堂椅上正躺着一个人 正一边啃着草莓一边看着他 呲 你 你回来了 韩非懒洋洋的从堂椅上爬了起来 笑道 村长爷爷 好久不见啊 村长脸色变化了多次 韩非的事迹他不是没有听说过 他甚至都没敢想过 当初 自己认为最差的第四学院出了五个绝世妖孽 如今这件事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碧海竞技场百连胜 力压碧海镇三大学院百强学生 初级大调师占高级大调师 每一项都曾深深震撼过他 所以 看见韩非 村长的脸色突变 这个少年 三级中品营脉 何至于成长到如今这个地步 数月之前 他还曾去过碧海镇 也去第四学院找过韩非 不过 第四学院的老头说 韩非去二级渔场历练去了 当时 村长就惊了 这就跑二级渔场历练去了 韩非才去第四学院多久 别人家三大学院还是老师 带着学生在一级渔场历练 他们竟然就跑去了二级渔场 村长身边 徐雅等三人看向韩非 也非常好奇 到时那照安忽然道 你是去年的锤吊试炼第一名 韩非 韩非笑道 对啊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其他俩人没说话 不过此刻心中隐隐好奇 去年的第一名 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村长有些压抑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去看了天赋启麟 韩非懒洋洋地点头 顺手还递了一枝草莓给村长道 看了会儿 他们三个就是本次天赋最出色的 村长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韩非是来勿索人才的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震惊的消息 第四学院刚刚出道 吉玉横扫三大学院 这份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村长连忙道 对 他们三个的灵魂兽是本年度最优秀的 虽然没有去年那样一类贫出 但也不可多得 你看徐亚 觉醒了蝉铃草 赵安 觉醒了肩甲龟 杨起 觉醒了变异之猪蟹 赵安似乎对韩非没什么好感 不由道 村长爷爷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村长回头瞪了他一眼 转头看向韩非 你觉得他们里面有没有人能进第四学院 第四学院 三个少年愣住了 难道韩非来这里 是想把他们挖去第四学院 赵安第一个回应 村长爷爷 我要去第一学院 另外俩人还是没说话 只是看样子 似乎有点反感 我们明明可以去更好的学校 为什么要去第四学院 排第四 能有什么好的 村长低喝 你给我闭嘴 韩非却微微一笑 没搭理赵安 而是懒懒问道 村长爷爷 我只是过来看看 他们另外几集啊 村长立刻指着徐亚道 徐亚可是四级下品 不比下无双差的 赵安三级上品 杨起虽然低了点 但也有二级上品了 韩非微微点头 实力呢 村长 徐亚八级 赵安和杨起都是七级渔夫 韩非有些意外 二级上品修到了七品渔夫 不错了呀 应该是有了点机缘的 韩非 村长爷爷 不介意我考核一下吧 村长顿时咧嘴笑道 考 随便考 村长眼皮一挑 他早就不反感第四学院了 何况早听和小鱼 他们说韩非已经大吊师了 如今韩非站在自己面前 自己只能感受到 韩非那雄浑的气血 恐怕都不是初级大吊师 那么简单 至少都应该终极了 这速度 三大学院有吗 区亚周梅 考核 赵安往后退了一步 我不要 我要去第一学院 倒是杨起 本身就去不了第一学院 倒也无所谓 韩非淡淡一笑 好 赵安是吧 你可以不考核 不过不要影响我考核其他两个人 村长微微一叹 这赵安怎么就没点眼力见识呢 这第四学院要是普通 我能让韩非考核你们 第232章明年再来 韩非的考核非常简单 简单到村长都感觉意外 韩非 我把境界压制到八级渔夫 你们攻击我就可以了 用全力哦 曲亚威愣 就年龄而言 韩非也就比他们大一岁 此刻说话这么狂 还压制境界 让三人都不免有些争强好胜得到心思 你是第一 我们又何增差了 村长皱眉 高了吧 你都学国战绩了 要不还是七级吧 韩非哭笑不得 村长 不带您这么互独自的 好好好 你说七级就七级 片刻后 徐亚率先出手 压制到七级渔夫和自己打 自己败过吗 讲完 徐亚拎棍 抬手就是最强的灵气爆 冲韩非咋去 可谁料韩非只是身子微微一侧 伸出一只手 手上灵气涌动了一下 往棍子上一拍 就把徐亚的棍子拍得砸在了地上 这一幕 看得照安和扬起目瞪口呆 这家伙这么厉害 境界压制到七级渔夫 竟然还敢以手对棍 韩非微笑道 哎 小姑娘 不要过早的把灵气消耗完 徐亚当时眼睛一眯 反手肩肠棍突刺 韩非身形微测一下 轻松躲过 就这样 徐亚施展出浑身解数 却连韩非一脚都碰不到 手中的棍子更是被韩非轻松的给夺了过去 随手给丢到了一边 龙和 蝉铃草龙和 一大片蝉铃草朝着韩非围剿而来 韩非摇头道 你刚觉醒 蝉铃草还不会用 对我来说没用的 只见韩非手里抽刀 随便一划烂一下 大片的蝉铃草断裂 最终 徐亚满头大汉第一屁股坐在地上 满脸的不可思议 尊长微微一叹 毕竟是成为大吊师的人了 韩非见过的场面要比徐亚多太多了 哪怕进阶压制到七级 还是太厉害了 完了 韩非朝杨启勾了勾手 杨启领会 立刻站来 他没有去考虑是否融合灵魂兽 徐亚已经试验过了 半点用都没有 他倒还不如用所有的灵气 好好打一场 杨启打得生猛 相当凶悍 很多次都是拼着想要和韩非两败俱伤的打法 却都被韩非轻松躲避 片刻后 杨启也坐在地上 灵气空了 尊长连忙道 怎么样 还成不成 韩非随手一点 两道灵气四处灌入徐亚和阳起的体内 在几人震惊的目光中 微微摇头道 不合格啊 尊长眼神一按 叹了口气 罢了 不合格就不合格吧 就当你指点了他们一次 不过 韩非却道 下个月就是招生计 到时候 他们熟悉了天赋灵直和灵魂兽 还可以再去第四学院考核一次看看 当然如果到时候还是现在这样子 肯定不行的 还有杨启 他的打法凶悍 我不建议村长爷爷你送他去三大学院 如果他能快速成为吊师 在一集与场历练一年 明年的话 或许可以尝试去第四学院考核看看 村长眼睛一亮 真的 韩非 我还能骗您不成 不过就算如此 我个人觉得他通过考核的概率最多只有二三成 这是 您看着办吧 却见徐雅和杨启他们都惊呆了 什么鬼 这第四学院这么狂的吗 直接就把他们给否定了 他们可是天水村这一届的天之骄子啊 韩非被村长拉到了边上 韩非 你老实说 这第四学院到底有多好 韩非耸肩 比三大学院好是肯定的 当年 第四学院曾横扫三十六镇 打穿千辛城中天骄的存在 您觉得呢 呲 村长当时就吸了口气 横扫三十六镇 打穿千辛城 这么夸张的吗 韩非笑道 村长爷爷 那我就走了啊 这次过来 就看看罢了 有合适的带着 没合适的就算了 韩非说完就要走了 村长连忙喊道 你等一下 你这个学长怎么当的 见学弟 学妹不送见面礼的吗 他们最高才八级渔夫 下个月怎么可能通过你们的考核 韩非哭笑不得 和这您这户独自的特性 一点都没变哈 韩非回头 好了 听您的 完了 韩非随手一挥 两只好五六米长的盘窑就被丢在了地上 韩非笑道 诺 二级渔场抓的盘窑 接近三十级的稀有雷生灵 应该够他们冲刺一下吊失的了 尊长当时就猛了 韩非刚才那什么手法 凭空变出东西来 难道 是吞海贝 当时 尊长就到吸了一口冷气 韩非在第四学院到底经历了什么 连吞海贝都有了 咦 不对 忽然 尊长面色大变 接近三十级的稀有雷生灵 你特么抓过来当饭吃 村长对着溜走的韩非吼道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 韩非走了 留下了怒气冲冲的村长和三个傻眼的少年 曲牙九九才回过神来 问 村长爷爷 韩非学长他 村长长叹了口气 第四学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那是个精英学校 至今只有五个人加入这个学院 但 就这五个人 力压三大学院诸多添交 而韩非 现在就是这五人之一 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曲牙三人震惊了 村长 你不是在逗我们 五个人 力压三大学院的添交 孤独 杨琪嫩嫩嫩道 村长 那韩非学长 他什么境界了啊 村长也不隐瞒 至少也要终极大调师了吧 可要力压三大学院的添交 其真实实力只怕早已达到了高级大调师 甚至巅峰大调师了 呲 三个少年只觉得脑海中有惊雷乍响 巅峰大调师 他才十三岁啊 就比自己等人大一岁而已 他们尚且在渔夫境界 可韩非已经有了巅峰大调师的战力 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赵安此刻有些后悔 为什么没听说过第四学院 他以为碧海学院排第一 那碧人就是第一呢 可这什么第四学院 也特强大了吧 村长看着赵安道 不容易进的 你没看他一个都没看上吗 去第一学院吧 或许还有出头的机会 完了 村长看向徐亚和杨启 这两条鱼 你们半个月吃不完的 可以稍微云一点匪赵安 当然 这看你们自己 此刻 他只能厚着脸皮了 韩非既然没给赵安 就代表不想给 可不管赵安是好是坏 自己是村长 得为孩子们考虑 只能拉下脸皮说了这么一嘴 徐亚和杨启两人没说话 只不过心里却在想 凭什么给 来得的机缘 我才不给 忽然 杨启起身道 村长 我想留在村里 村长一愣 过了半场才微微点头 也行 虽然你的灵魂兽很强 但是毕竟天赋较低 当初啊 韩非也曾留在村里 年都年不走 想起这一幕 村长忽然微微一笑 当初可不就这样 这小家伙还灭了虎头帮 又捣鼓起鱼龙帮 还不忘种地 如今一想 他这才去镇里多久 半年还没到 这成长速度 当真恐怖啊 倒是赵安 这会盯着地上的两只盘窑 眼红极度 如果他刚才保持沉默 现在是不是就有他一条了 韩非走了 非亲非故的 他可不想开后门 就算开了后门 把学弟 学妹领到了暴徒学院 安洛小白的冰冷个性 第一个就把他们给刷了 算了 我就送了两条鱼而已 应该不算开后门吧 种植员 韩非打理了一天 才把杂草除干净 把小麦给种下 此刻 韩非也造了把糖椅出来 糖在上面吃草莓 老爷子 那小麦你自己打理啊 熟了以后 取出种子拍成面就成面粉了 以后饺子自己包 将老头哼哼 我孙女包 韩非翻白眼 瞧把你给懒的 江秦回来的时候 饭菜已备好 江秦第一句就问 怎么样 有人合适吗 韩非摇头 没有 江秦嗡了一声 也不在意 他太了解暴徒学院了 如果人人都能去 那就太廉价了 话头一转 江秦道 明天你跟我出去一趟 第233章普通渔场未知之地 和江秦出门的时候 江老头躺在糖椅上 贴了韩非一眼 没有多说话 但是 韩非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韩非疑惑 小秦姐 咱们去哪儿啊 江秦平静道 前些十日 有人在普通渔场锤钓 无意中在海里钓上来一只特别大的青甲鱼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 那只青甲鱼身上披着的石头上面有残破的阵法雕琢 我去查探过 发现哪个地方的生物都比较大 也抓到了多只青甲鱼身上有残破阵法遗留 韩非脑子里的第一想法是沉船坑 沉船坑的鱼比较大 可原因是那里之前有灵犬在 现在没了啊 韩非差一道 小秦姐 那你还找到了什么 江秦 找到了一处封印 韩非倒吸了口气 不会是任天飞留下的那块石碑吧 韩非小心问道 啥封印 江秦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尝试过 那封印我进不去 可能是我实力太强了 强行破镜 会直接摧毁那个小秘境 韩非眨八眼 那我能进 江秦微微摇头 不清楚 应该能 韩非讶异 难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有线索了 会在那个封印里 江秦微微摇头 不 这个封印有点弱 他不会被困在这里 韩非眨眼 似乎说的对不失沉船坑 任天飞那可是立志一个人打翻千星城的 如果是沉船坑 那封印可不会弱 韩非 那我们还去找 江秦微微一探 这个地方不可能捆住他的 但却未必没有线索 他当初出现在天水村 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现在是去找这个原因 韩非眼珠子一转 哎 小秦姐 他到底是谁啊 难道你是男朋友 啪 江秦白了韩非一眼 就你问题多 韩非 哎 不是 小秦姐你等会 这万一里面是秒杀大吊师的生灵呢 江秦摇头 不会 我抓了一条40级的生灵 发现丢不进去 又抓了一只36级的白骨鱼 丢进去了 这说明这处封印允许锤钓者以下的境界进入 韩非哭笑不得 可我才终极大吊师啊 江秦认真的看向韩非 我知道你去过二级渔场的多个危险之地 这地方不会比那些地方来的更可怕 相信我 韩非疑惑 你怎么知道 江秦冲韩非眨巴了两下眼睛 韩非无语 算了 不问了 伤心 没有秘密了 搞得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一样 明明每天都在离空港上班 可对各种各样的消息还蛮灵通的 不过 韩非可不准备打没把握的仗 如果真是沉船坑 他大不了进去 然后突破一下境界到高级大吊师 最后就说里面有一点灵犬而已 如果不是沉船坑 那进去之后的第一件事 也应该是突破到高级大吊师 如此才能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讲通了这点 韩非也就不怕了 保命手段还有 实在不行 刚进去那会我先进炼化天地行步 吊舟出海 韩非一看不是去沉船坑的方向 稍稍松了口气 可随着吊舟越开 韩非越觉得不对劲 边缘地带 为什么这方位感觉有点熟悉 忽然 韩非想起来了 这不是去西陵水母区的地方吗 当初 虎头帮还没覆灭的时候 李爵就是在西陵水母区这边获得了子母虎头鱼 那会儿 韩非觉得稀有鱼鱼已经很牛批了 虎头鱼都被李爵收走了 自己还去个毛线 可现在 竟然又回来了 也对 西有鱼鱼而已 一级鱼场不少 二级鱼场不得是 自己为什么会认为虎头鱼这种货色 是普通鱼场的宝贝呢 江琴看韩非神色变幻 嗯 你知道这个地方 韩非点头 西陵水母区 当初 李爵不就是在这里获得了虎头鱼吗 江琴 嗯 普通鱼场出现西有鱼鱼不正常 想来当初李爵也只是以为 自己运气好而已 不过 就算他发现了那处禁地 凭他那吊失其别的本事 进去了也出不来 韩非点头 如果按照江琴的说法 还真是 那混 自己才渔夫 哪怕发现那地方 还指望进去能出来 就是这里 下水 吊舟停下后 江琴对韩非说了一声 然后往水里一跳 韩非跟上 两个人如同两只大鱼 飞快地在水母中间穿梭 哪怕有想年上来的西陵水母 被江琴灵气一震 就全部震碎 两人的速度很快 不过几席功夫 就到达海底 这一处海底看上去很普通 有一些光秃秃的山石 连珊瑚都不多 只残存了一些已经死掉的白色珊瑚丛 海底 一群丁螺跳过 有的跳过来扎韩非俩人 不过 江琴随手一拍 一股水浪直接就将他们掀飞了 韩非四下观望 小琴姐 在哪 江琴慢慢向侧面游去 几分钟后 两个人出现在一片巨大的海草覆盖之地 海草之下乱石崩碎 乱石中 偶有海青藤从底下长出 江琴传音道 海青藤 普通鱼场常见的水下灵直 不金贵 江琴随手拨开一片青藤叶 旁边的海青藤疯狂地朝他涌来 想要缠住他 可是 江琴一跺脚 水浪翻滚之下 这些海青藤变缩成了一团 韩非紧跟着走了进去 大约走了两百米左右 韩非看见了一块直径五米多的空地 似乎被人为清理过 想来就是江琴所为了 韩非疑惑 小琴姐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一块空地而已 江琴也不说话 随手一吊杆就不知从哪儿勾来了一只青甲鱼 然后 他往那块空地上一丢 韩非震惊地发现 鱼没了 江琴道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一直都没被人找到的原因 太普通 太不起眼了 要不是我在乱石中 发现了一些残破的阵法痕迹 我也不会寻到这里 韩非深吸了一口气 所以 我就是要从这里跳进去 江琴点头 韩非头皮发麻 心里慌得一批 作为一名资深的海中淘金客 他是喜欢冒险不错 但冒险也得值当啊 这个地方光秃秃的只留下了一个残破的洞口 扔进去的鱼都有去无回的 我去 这恐怕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啊 看着眼下这一块空荡荡的海底泥层 这绝对是一种幻觉 实质上就是一个洞 天知道这个洞通往哪里 韩非在思考 江琴的誓言说明 从道理上说 他只允许垂吊者以下级别进入的 强度不会太高 但毕竟 这地方很可能是事关江琴的秘密 那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小秘密 所以琢磨还是稳一点的好 韩非很平静的传音道 小琴姐 那我下去了啊 江琴 小心点 韩非二话不说 就往这幻象泥土上一跳 当即 整个人直接往下坠去 下面一片漆黑 韩非默念 一二三 栽生一过 韩非就出现在炼化天地里面 这一处通道的气息有些诡异 韩非当机立断 还是进击后 再继续往下吧 韩非本想着是去碧海镇的时候进击的 可现在不得不为 他心念一动 炼化天地空间发生变化 地上出现宫鹤 灵犬灌入宫鹤之中 而他自己则坐在地上运转虚空垂吊树 滚滚灵气从宫鹤中涌来 韩非体内经络之中灵气汹涌 一个时辰后 卡擦 一声轻微的碎裂声 高级大吊尸的避障被破 也正是此刻 灵气入体更加迅猛 不一会儿 韩非的实力就一路攀升 三个多时辰后 韩非终于到达了高级大吊尸巅峰 韩非起身 活跃了一下身子骨 感觉体内力量充盈 终极到高级 整体力量竟然提升了近两成之多 第234章定海图 韩非也没着急出去 他并不介意将琴在外面多等几天 为了小命要紧 韩非当即开始修炼108道西灵战体 数日之后 许是韩非已经练此功法许久 忽然间他就感觉全身大学突然一紧 这些学位相似商量好的 其中扭转的力量突然都增加了一丝 虽然不多 但也有接近半成的增长 此刻韩非还隐隐感觉到 弓壑中有丝丝点点的灵气 通过体表的皮肤 正逐渐地进入自己的身体 这在以前 倒是没有过的 呲 脚成了 韩非不禁到吸了口气 自打他开始练习108道脆体残片 他就把这门功法当成增强体魄的工具 虽然后来推演出了108道西灵战体 但他依旧没能小成 至少身体不会吸收游离的灵气啊 可在这时候 他成功了 很意外 或者说是水道区城吧 看向数据 主人 韩非 等级 29级 刀级大吊师 灵气 1225612799 灵脉 4级上品 天赋灵魂兽 双生阴阳吞铃鱼 23级 武器 地海游龙刀 主修功法 虚空锤调述 第三篇水脉 绝灵级神品 韩非不禁眨巴了一下眼睛 这一次提升的灵气上线有点多啊 灵气上线快破2800了 环刹那最后一点 只怕就是瓶颈 至此 韩非发现 自己的灵气上线几乎是其他人的两倍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的身体承受能力是其他人两倍 也意味着他的经脉韧性 宽阔性 肉身体质 整体比普通高级大调失高了足足两倍 此刻 韩非感觉自己正处于一个最巅峰的状态 他看见恋化天地里插在地上的那根棍子 这棍子从驼石龟背上拔下来 自己就碰过一次 他曾试图滴血 让其认主 可惜毛用没有 从那以后 他就没碰过这棍子 因为拎不动 此刻 他想试试 给我起 韩非双手抓在棍子上 却见棍子被艰难地抓了起来 可韩非依旧长得脸色通红 砰 呼呼呼呼 韩非放弃了 还是太重 根本拎不动 要知道他现在一身力量没有碗筋 也有八千斤 可还是拎不动 这特么根本比金箍棒都还重啊 金箍棒自己指不定还能耍两下 这玩意扛都扛不起来 算了 你先带着吧 等我成锤吊者了 拿你当烧火棍 韩非没再尝试 而是深吸了口气 心念一动 下一刻 整个人就出现在那黑暗之中 身体依旧在坠落 不过只是过了五六西的功夫 就到底了 砰 韩非不知道自己砸穿了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轰弄一下就穿了 咦 木头 韩非捡起脚下的碎屑 自己竟然是砸穿了一块腐朽的木头 木头上还有几乎快褪色的一点颜色 咦 这么不结实的木头 不应该啊 韩非打量四周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 可有百十来平方 房间里的地上散乱着乱七八糟的装饰品 此刻早已被水苔覆盖 在四周的墙壁上 还有各种精美的壁画 至于屋里的摆设 或倾斜 或残破 甚至说 这个房间的墙壁都有不少裂缝 自己能通过裂缝看见其他房间 房间 我特么从海底调到了一个房间来 韩非没着急出去 而是四下翻找起来 可他刚一翻找 就发现这房间被人翻过了 很多已经腐朽的木盒 都被人打开过 一个香柜也是打开状态 有人来过 在找东西 韩非皱着眉头 找什么东西 为什么入口处会用封印封住 不对 韩非神色微变 按照他的理解 有人过来找东西 这是肯定了 这说明那样东西肯定很金贵 以至于有人把上方的入口设置了封印 如果那件东西被找到了 为什么封印还在 可既然封印依旧在 那找东西的人出去了没有 韩非一领 精神感知向四周 他抽出双刀 循着门一路走过 东西不急着找 先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才重要 另一个房间内 依旧凌乱不堪 乱七八糟的东西遍地都是 在墙角 还摆着一张宽敞的座椅 不过 和上一个房间不同的是 韩非看见了战斗痕迹 这个房间破了个大洞 洞口直通屋外 韩非连忙跑过去 只是那一眼 韩非就把心给提了起来 一艘船 这是一艘巨大的船 仅仅船身宽度 就有近百米 长度韩非还没看见 但绝技不会低于五百米 这么大的船 怎么会出现在普通渔场 为什么 在甲板上 有大量的战斗痕迹 当韩非看见甲板上到处都是被刀撸过的痕迹的同时 他还看见了一连串的小洞 横跨整个船身 韩非不动神色 有人在这里和某种神秘生物战斗过 那些小洞与其说是洞 不如说是脚印 能采出那样细碎脚印的 韩非只想到了螃蟹和多族类长虫 可螃蟹是横着爬的啊 应该可以排除 那么 就应该是某种大虫子 类似于沙残 韩非更加小心了 自己得找到解除封印的办法 否则在这里瞎逛 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 抱着疑惑 韩非也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 但估摸着 那东西肯定不容易被破坏 却见韩非眉心一闪 小黑和小白出现 韩非摸了摸小白脑袋道 小白 能感觉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有灵气的 小白眨巴着鱼眼 转了一圈 随后静止游走 韩非大喜 看看 有小白就是不一样 简直寻宝小能手 可当韩非看见小白找到的地方 直接一愣 什么玩意儿 一块预检 韩非当即捡起预检 灵气输入 随即他看见了一门战技 嗯 装刀流 灵级下品战技 什么垃圾战技 韩非刚想扔掉 转念一想 虽然自己不需要 但好歹也是灵级战技啊 给予龙帮成员提升提升实力 似乎也不错 当即 他把这战技收尽了炼化天地 小白 还能感受到别的东西吗 但凡不一样的地方 都可以 一连找了七八个地方 韩非都快无语了 这么破船 这么大一艘船 难道就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吗 就七八枚上品珍珠 这玩意儿能有啥用 这一次 小白窜到了船舱里层 对着一处腐朽的木墙 在摇尾巴 嗯 韩非面色一喜 当即把那腐朽的木板掰开 果然另有乾坤 只见这木板后面摆放着一只精致的木盒 即便不知道过了多久岁月 木盒上依旧还散发着点点灵气 这要搁一般人 还真找不到 木盒上雕刻着繁杂的水草纹 还有古怪阵图 上面写着三个字 定海图 定海图 韩非不知道这定海图是什么东西 但如果只是字面意思的话 那这就牛批大了 能叫定海的 能简单吗 定海神针 人家也能定海呢 韩非尝试打开了一下 发现盒子被封印着 似乎没法从外面打开 他正想把盒子劈开 可转念一想 劈坏了咋办 坚收着 就在韩非刚把盒子收起来的时候 却见小黑搜一下就窜了出去 小黑 你又乱跑神了 哼 只听外面轰隆一声响 随即传来了咯噔咯噔的爬行声音 韩非当即脸色微变 身上灵光一闪 夏日天被叫了出来 夏日天正想捶地板呢 被韩非一脚踢得身子一歪 你特么给我老实点 外面可能有你同类 咱们出去看看 第235章西林无功 韩非和夏日天一前一后往外面冲去 小黑这祸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遇到打架 他总能第一个上 这也就是人家看不见他 但凡能看得见的 第一个就得弄他 这不 韩非刚出来 就看见一只近20多米长的黑色大蜈蚣 正在甲板上爬行 而小黑正在人家的脑袋上面 张大了嘴 似乎要啃下去 小黑 当 韩非无语 只看见蜈蚣的脑袋上闪烁着火花 让韩非不由得多缩了一下 小黑的咬合力有多强 不是吹嘘 矿山 金属什么的照样吃 可咬在这大蜈蚣脑袋上 只是咬出了一片火花 可见这蜈蚣的甲壳的有多硬 眼中 关于大蜈蚣的数据浮现 名称西林无功 介绍长期处于封禁之地的蜈蚣 因长期处于黑暗封印之中 极度缺乏灵气 长期以往自行变异为西林无功 可自主吸收游离灵气 每一次攻击均可吸取敌人灵气 孕育西林珠 服用可增强功法修炼和灵气清合 等级37 品质奇异 极品 预含灵气4448点 实用效果不可使用 可采集西林珠 可吸收 韩非当时就无语了 37级 足足比自己高了八级不说 这货还是奇异类生灵 而且是很特殊的带极品两字的怪物 痴痴 就看见夏日天蹭蹭地 就往那大蜈蚣身前冲去 可夏日天才多大 人家西林蜈蚣多大 该死 夏日天 你给我回来 自打夏日天上次和子伟先王打过 还没和第二只高等生物打过呢 这西林蜈蚣看上去就不是普通货色 现在的夏日天能干得过吗 就看见夏日天屁股一扭一扭 扑杀了上去 而那西林蜈蚣因为没发现小黑 所以看见比自己个头小了一圈的夏日天 顿时就来火了 这么小的个子也敢来打我 东东就看见两只触手快要靠近的瞬间 夏日天两锤中击 电光火石般的击出 攻击那一瞬间 韩飞甚至都只能勉强看见夏日天掠之身出的残硬 轰猛两声巨响 西林蜈蚣近20米长的身躯直接被锤得翻滚 估计这会儿他自己也猛了 这什么玩意 我特么还没干嘛呢 就挨了两拳 韩飞不禁深吸一口气 就那如同盔甲般的坚硬甲壳 直接被夏日天给锤扁下去两大块 而夏日天还乘胜追击了上去 扑上去又是东东两拳 估计是西林蜈蚣被打猛了 从来就没遇到过这么刚的玩意儿 当即甩着他那近20米的身躯 似乎想要缠绕住夏日天 吃拉 同样的 火光四射 无数根蜈蚣爪子摩擦着夏日天的甲壳 看得韩飞心头一紧 当当 夏日天不仅会锤打敌人 两只掠织碎顶部其实是钩子 只见夏日天仿若变身成螳螂一般 两根爪子直接插在了西林蜈蚣的身上 同时 他七条尾巴如同七条长边 正狠狠地抽打着西林蜈蚣 不过 韩飞随即脸色一变 夏日天身上的灵气在变弱 他当即不再犹豫 碧海游龙刀出 瞬间扎向西林蜈蚣 可出乎预料的是 这西林蜈蚣的防御比自己想象的好像要还强一些 碧海游龙刀只是堪堪割裂了他的甲壳 并没有射穿进去 而此刻 西林蜈蚣也愤怒到发狂 松开了夏日天 夏日天被松开的瞬间 吃溜一下就往韩飞这儿跑 韩飞见他身上满是划痕 有两处还破壳了 当即脸色变得难看 夏日天的防御力 比不上这只西林蜈蚣 至了 等级的差距是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看着夏日天竖着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 似乎 在悲伤 韩飞一愣 他是看错了吗 下一刻 夏日天抱着他的大腿 身体一颤一颤 嘶 这是在哭 韩飞当时就无语了 抬脚一踢 滚蛋 还好意思哭 打不过人家就跑回来哭 看看你那点出息 附体 韩飞第一时间选择附体 附体之后 他的实力提升到了巅峰大吊师 这时候 再配上碧海游龙刀 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当然 碧海游龙刀是隔空控制的 韩飞的手里拿着汗水印 准备砸死这西陵蜈蜈 卡卡卡 只见那西陵蜈蜈跑得贼快 无数根爪子直接撕裂了甲板 疯狂地朝韩飞冲刺过来 同时嘴气一开一合 韩飞看着那尾龙过来的巨大身段 心说 我能让你得逞 砰 汗水印化作巨大的虚影 直接冲着那密密麻麻的蜈蜈腿砸去 甲板直接被砸穿 船体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 一时间 韩飞和这西陵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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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蚣 不过片刻功夫 整个甲板地带数百平米的空间 直接被缅成了碎木 韩飞高估了自己 被人家一头撞上 感觉肠子都要给撞出来了 咦 未等韩飞愤怒 他看见了森森白骨 不止一句 在甲板下的某个角落里 他当时心中一惊 这些尸骸 为什么会躺在那儿 脚筋出来 随着韩飞心念一动 雨神窑出现 雨神窑见韩飞在战斗 顿时对那西陵蜈蜈蜈蜈蜈蜈 对着那急速爬来的西陵蜈蜈蜈 就是一脑袋 砰 西陵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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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蚣 这也特强了 小金可是只有二十八截啊 西陵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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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蚣 当即要溜 韩飞 小金 撞他 别给他走 都到了这地步 韩飞能放他走 为了给夏日天爪融合材料 韩飞都干掉不知道多少稀有生灵了 他的第八根尾巴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长出来 如今 这么一只极品的奇异类生灵在这 他岂能放过 一呀 小金张开双翅像鸟一样冲了过去 韩飞以为他要用嘴去咬的呢 可谁知道小金这家伙竟然还是拿脑袋直接撞击 砰 船舱再次被贯通 西陵蜈蜈蜈蜈蜈蜈蜈蚣上被撞的凹陷 有一处伤口破裂 疼得他在目屑中翻滚 而一直都边缘over小黑 趁机往那伤口里一钻 开始疯狂撕咬 韩飞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 遇上小黑这么个吃货 你就自求多福吧 韩飞 小黑 不要把他弄死了啊 韩飞解除了和夏日天的融合状态 后者见状 再次冲击了上去 咚咚 此刻 夏日天威风凛凛 让你刚才特么欺负我 夏日天拳头直锤 锤得西陵蜈蜈蜈蜈蚣几乎都开始怀疑重生了 韩飞摇摇头看着这一幕 呵 三十七级了不起啊 两只传说级别 一只神秘级别 三只大老群欧你 能撑得助我算你赢 片刻之后 韩飞强行把小黑收了回来 然后把夏日天和小金提走 看着奄奄一息的西陵蜈蜈蚣 笑容灿烂 收腰 没有遇到半点的抵挡 逼死的西陵蜈蜈蜈蜈蚣很轻易的就被韩飞给收了 韩飞踹了踹 夏日天 这种级别的声音给你容 你待会儿要是尝不出尾巴 看我把你其他尾巴也剁了 这会儿 韩飞在废墟中寻找了半天 才把那三具尸骸给翻出来 韩飞面色微变 三人骨骼发黑 有人骨骼还碎裂了 讲来应该是在最后关头 他们得知自己必死无疑 又不想成为蜈蚣的食物 这才退去此地 在人身边只剩下几柄剑了 而且还是断裂的 其中 有半把剑则是插在其中一人的胸口上 韩飞眉毛一挑 自己人杀自己人 摇了摇头 韩飞留意到 那被杀之人的手还捂着肚子 在残破的衣服下面 似乎有一块鱼皮 嗯 打开鱼皮一看 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有叛徒 定海徒在埋谷之地 第236张头帖也没用 韩飞面色古怪 定海徒不在那个盒子里吗 难不成那个盒子是空的 算了 不管了 还是先找找看怎么解开封印才对 巨大的船体现在已是一片狼藉 不是这船不好 相反这船的质量应该相当好 可再好的东西也经不住西林蜈蚣 这种东西的日常吞噬啊 收了西林蜈蚣 韩飞开始在整只大船内部开始寻找 直到韩飞在船底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这里没有封印可以直接下去 韩飞倒也不怕 下去之前用鱼勾扣住了船身 但凡下面有危险 自己先出来再说 当韩飞下落到窟窿底部的时候 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他看见一只巨大无比的西林蜈蚣 足足有刚刚外面那只两倍大 呲呲 卧槽 韩飞正想逃离 却发现这西林蜈蚣脑袋上插着一把剑 一把宽近一米 长度的有七八米的大剑 一名称西林蜈蚣封印状态 介绍长期处于封禁之地的蜈蚣 等级44品质奇异 极品 蕴含灵气5886点 使用效果不可使用 颗彩及西林珠 可吸收封印状态 韩飞放弃了逃离的打算 合着这只西林蜈蚣脑袋上插着的这么把剑是用来封印他的 韩飞落下的时候 就看见这只西林蜈蚣在乱动 可无论他怎么动 脑袋却没办法动摇半分 韩飞大胆地落在了这西林蜈蚣的脑袋上 当即就觉得体内的灵气蹭蹭地往外溢散 砰砰砰 韩飞上去就是一阵猛踹 想死哦你 被钉住了还想吸我灵气 韩飞掏出碧海游龙刀全力一击 可出乎预料的是自己全力一击竟然都没能看破这家伙的壳 只是在壳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痕 韩飞当时心中就一提 这剑壳千万不能拔 拔了自己壳打不过这玩意 顿时韩飞就把夏日天和小金他们给换了出来 韩飞给我敲 把这家伙的脑壳给我敲碎 不用韩飞说 夏日天已经两锤子轰击在这大号西林蜈蚣的脑袋上 可这回人家的甲壳连凹都没凹一下 夏日天迷茫地瞅了瞅韩飞 韩飞一脚把它踢开 毛用 现在知道自己和人家的差距了吧 韩飞看向小金 这家伙两只翅膀当当当地在西林蜈蚣得到脑袋上踢砍着 韩飞一看也没用 不由道 别砍脑袋了 砍关节处试试 片刻之后 韩飞和两只契约灵兽大眼瞪小眼 破不了防御啊 这情况还是头一次 一只弱大海怪就趴在自己脚底下 自己竟然还破不了防御 他们的 超过四十级这么强大吗 韩飞琢磨 如果江琴在这 肯定能把这大蜈蚣给活活打死 可他不是江琴啊 也没有悬吊者实力 怎么还能让小黑吃进去呢 韩飞为难了 这玩意才是真正的蜈蚣精啊 看来只有召唤葫芦娃了 完了韩飞就往大蜈蚣脑袋上一座 葫芦给点力啊 即使他 韩飞身上的灵气在外溢 而练妖狐却同样的把大蜈蚣体内的灵气往外吸 这一来一去 过了半炷香之后 韩飞觉得自己转了 任你什么蜈蚣 还能吸得过我葫芦吗 一个时辰后 这西林蜈蜣也不折腾了 整个庞大的身躯都趴在地上 韩飞坐在他脑袋上 手里抓着他的两根处躯 传音说 大蜈蚣 你就从了吧 早死早超生 18年后又是一条好蜈蚣 可这蜈蚣并不会说话回应 每次韩飞传音 他总是像征信地斗两下 想把韩飞给晃下去 韩飞笑咪咪 也挣扎了 一切的反抗都是纸老虎 你儿子已经凉了 你早点上路 说不定还能跟他做个伴 完了 韩飞就把夏日天收进了葫芦 我才不要蜈蚣契约灵兽呢 看起来就吓人 还是先给夏日天提升提升 西林蜈蚣等级这么高 只不定回头第九条尾巴都能长出来了 大约过了一炷香时间 融合完成了 夏日天在出来的时候 身上的伤口全没了 而尾巴又长出来了一根 韩飞大喜 八根了 好气哦 以前白给这家伙融合了那么多西有生灵了 屁用没有 这回换成了奇异类的极品生灵 才看看长出第八根尾巴 而韩飞观察 夏日天融合了西林蜈蚣后 等级也蹭蹭飙升 已经到了二十八级 哈哈 如果夏日天把脚下这大蜈蚣给融合了呢 九尾肯定就能长出来了 那时候的夏日天 是不是就会达到他瞎生的巅峰 一个时辰 西林蜈蚣在坚持 两个时辰 这家伙竟然还有活力 灵气呼吸抵消之下 竟然还有一零零零点出头 两个半时辰 韩飞见这大蜈蚣还剩下百点作用灵气的时候 传音 大蜈蚣 从了吧 去和儿子团聚吧 砰 大蜈蚣弹了一下 似乎在做最后的挣扎 韩飞一刀劈在他脑袋上 别给你连你不要脸昂 没了灵气 恶都能恶死你 韩飞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虽然这大蜈蚣的灵气快被吸光了 但是力量还是很大 可以前韩飞用葫芦吸灵不一样 以前吸完了 对方也基本上就凉了 但是这只大蜈蚣 灵气被吸完 似乎并没那么快死 似乎还能挣扎 当初自己遇到的那只龙蛮够厉害了吧 还不是被连腰呼吸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可这只44级的大蜈蚣却不同 感觉生命力旺盛 韩飞顿时不开心了 给我吸光 几分钟后 大蜈蚣浑身上下没有半点灵气 直接就躺失了 不肯动 但却没死 韩飞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 服不服 不服就饿死你 最终 这是大蜈蚣还是被练妖狐给收了 没办法 没法动啊 估计这大蜈蚣内心是憋屈的 但凡我特么能动一下 我一爪子就能掏死你 韩飞这时候很想哈哈大笑一场 小样 可以有用吗 到最后还是沦落到被收腰的下场 结果这大蜈蚣刚一消失 整艘沉船开始晃动 韩飞心头一紧 连忙把夏日天和小金他们收了回来 然后扛起那七八米长的大剑就开始往外游去 嘿 比棒子轻多了 这步 韩飞刚刚游到洞口外 就看见漫天泥沉中 江琴的身影忽然出现 江琴看着韩飞背着巨大的大剑 又看了眼四周 这是一艘船 韩飞 出去再说 船我翻遍了 信息我也找到了 江琴点头 一把抓住韩飞 只见他一拳破空 千米之内的泥沉全部被这一拳给挡开 数个呼吸间 韩飞就被拎上了海面 吊舟上 韩飞喘着粗气 小琴姐 这件就是封印 也特大了点 他能变小吗 江琴目光炯炯的盯着韩飞 可以 一把风铃的灵气 你炼化了就好 这是韩飞第一次玩剑 片刻功夫后 七八米大的巨剑 就变成正常的三尺金风 拿在手里轻巧得很 不过没等韩飞去把玩 他就看见江琴灼热的目光 韩飞尴尬一笑 小琴姐 你知道定海图吗 当定海图三个字被韩飞说话来后 江琴的身体顿时一颤 脸色都有些战红 你在下面发现和定海图有关的信息了 第237章老头跑了 韩飞吸了口气 看来是了 这定海图绝对有大秘密 难道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超级宝贝 却见韩飞掏出那写着定海图三个大字的盒子 看得江琴差点没把眼睛瞪出来 韩飞忙道 小琴姐 咱先不激动 你先看看这盒子里有没有 江琴咁了一声 结果盒子 却见他双手灵光翻涌 盒子上的阵法冒出诡异的光芒 不一会儿盒子喷得一声打开 不过和韩飞预料的一样 盒子里面空空如也 江琴呼地一下松了口气 难难道 是我想太多了 定海图怎么回在这个地方 他恢复平静道 如果真有定海图 天水村这里早就被无数强者塌翻了 没有是应该的 韩飞吸了口气道 小琴姐 你再看看这个 完了韩飞就把那张鱼皮给掏了出来 当江琴看见鱼皮上的内容时 整个人蹭一下站了起来 面色阴沉 韩飞好奇道 小琴姐 这上面说定海图在买骨之地 买骨之地是哪 在三级鱼场吗 江琴脸色变幻 过了许久才道 不 在三级鱼场之外 韩飞压抑道 不可知之地 江琴微微点头 随即他收好了这张鱼皮 淡默地说了句 回去吧 韩飞一声不坑地操控着 吊舟飞回天水村 而江琴站在甲板上 双手握成拳头 韩飞看得出 他的内心情绪波动非常大 过了许久 江琴才道 你在下面遇到了什么 我到的时候 下面似乎有剧烈的战斗痕迹 韩飞 我遇到了一只会吸灵器的大蜈蚣 从船上一直打到船底 然后打到一个洞里 后来我就发现了这把剑 把剑拔了 你就来了 江琴微微点头 吸灵蜈蚣 你运气不怎么好 那东西防御力很惊人 不过攻击手段算不上墙 此刻封印被迫 他应该会跑去二级鱼场 这时就不用管了 韩飞没说话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你说的那只现在已经成了 夏日天的尾巴了 江琴回头看了韩飞一眼 你突破到高级大吊尸了 韩飞眼睛一砸疤 我找到了一些石头 里面有大量的灵气 我就顺手修炼了一下 然后就突破了 江琴 当江琴看见韩飞手里石头的时候 不禁皱眉道 夏品灵石 有吸灵蜈蚣在 为何这夏品灵石没被吸完 韩飞瞎起来扯到 在一个奇怪的箱子里找到的 韩飞可没有一点负罪感 难不成我要说我也能吸灵气 还能储存灵气 江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看着韩飞认真的说道 地海图的事情 不可以向任何人提及 注意了 是任何人 包括第四学院的同学和老师 知道吗 韩飞挠头 小琴姐 这顶海图到底是什么 江琴 你不必知道 原来我以为他们只是去探索了某个秘境 被困在了里面 而今 我才发现我错了 他们竟然是去寻了这顶海图 韩飞 有些事哪怕你以后有机会去到了不可知之地 也不要去尝试 韩飞一阵迷糊 好像是挺大的 可他不懂啊 一脸猛逼 没什么感觉 完了江琴还对韩飞说道 以后我也不会对你有什么要求了 也不会让你帮我去找他了 这件事比我想象的要更复杂 韩飞眨巴眼睛道 小琴姐 你要自己去这个买谷之地 江琴没有说话 反倒你不需要管 天水村休息几天也够了 早点回学校吧 据我所知 你们几个人的综合实力还远远不够 别以为去过了二级渔场就无敌了 三级渔场你们可没去呢 韩飞再次眨巴眼睛 这是要年我走了 回到了天水村 取事巧合 韩飞恰好看见何小鱼 王白鱼 下无双几个人准备出海 可小鱼远远就看见韩飞了 连忙大喊 韩飞 韩飞自然也看见了他们 可这会儿他哪有功夫搭理他们 定海图的是绝对是一件严重的不得了的事情 该死的江老头指定还有一大堆东西没交给自己呢 别自己一回头 江琴和江老头就没了 自己找谁哭去 韩飞只是和他们挥挥手 然后道 我还有事 你们先忙 以后找你们玩啊 完了他就匆匆跟着江琴走向种植园 可小鱼刚挂起的笑脸就没了 手搭拉下来 哼哼 混蛋 见了面都过来打个招呼 王白鱼皱眉 看韩飞的样子似乎很匆忙 应该是有什么事吧 过两天我们回来约他一起吃个饭好了 这只是一个小桥段 韩飞完全没放在心上 种植园 江琴一回来 就把鱼皮摔在江老头的身上 江老头疑惑的拿起鱼皮地图 随即那懒洋洋的面孔就发生了变化 江老头眯着眼睛看着韩飞 你找到的 我还有三具尸骨 不过都已经成骨头了 我就没带回来 江琴瞪着韩飞 你怎么不早说 韩飞无语 你也没问啊 江老头扬扬手 罢了 不可能有他 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在买骨之地还是在 钻了 韩小子 你今晚去给整点菜 还有前几天的饺子 多整点 韩飞眨八眼睛 老爷子 我怎么感觉您要溜了呢 江老头哼哼道 溜 我能溜哪去 不过就是想大吃一顿罢了 韩飞将信将疑 得了 火锅还要整上吗 江老头 整啊 还有最瞎 晚上 韩飞破天荒的整了八个菜 一大盆的饺子 其实对于修行者来说 这点东西完全可以吃完的 只要韩飞愿意 他就可以快速消化掉 然后继续吃 可吃饭讲究一个感觉 一直吃反倒就差了点感觉 不过今晚不同 江老头道 韩小子 跟我喝两杯 韩飞压抑道 你还舍得分我酒喝呢 老头笑骂 你酿酒的原理我都知道了 我怕你喝光了不成 江琴只吃了一会儿 然后就回屋了 于是桌上就剩下了 江老头和韩飞不时的举杯喝酒 酒过半旬 韩飞问 老爷子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厉害的 聚灵师战绩没教我啊 我跟你讲 我可是在学校里才学的治愈术 你都没教给我 哥 江老头打了个酒格 懒洋洋道 不会不会 哪还有什么什么战绩法门啊 聚灵师主要看你自己 怎么去用就行了 熟了 自然就会了 韩飞一脸的不信 老头嘴里听不出真话假话 最终 一桌子的菜和一大锅的火锅被俩人吃了个干净 韩飞越吃越迷糊 酒力有点大啊 第二天 韩飞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打了个哈欠从床上爬起来 嘴里嘟囔 老爷子 下回不能这么喝了啊 我还小 还尝身体呢 韩飞揉着眼睛走出门 发现老头没在躺椅上躺着 屋外的桌子上依旧一片狼藉 也没人给收拾一下 老爷子 小琴姐 韩飞叫唤了两声 顿时灵气一震 把酒气给震出体外 麻溜的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 发现没人 关键是 旁边的醋刚没了 这让韩飞很无语 当韩飞从背盘狼藉的桌上 发现一张破鱼皮和一块玉茧的时候 顿时破口大骂 混蛋 老混蛋 说好的不溜的呢 过分 无耻 第238章九尾 韩飞没着急去收拾桌子 他也不想收拾 只见韩飞拎着鱼皮和玉茧 往江老头长睡的躺椅上一趟 打开鱼皮 却见上面写道 臭小子 看见这信老子已经走了 这破原子就留给你了 不得不说 你小子虽然不及老夫 但还算有那么一点点的天赋 颇有我当年的风范 一句灵狮意图上 待越走越远才对 对了 战魂是什么的以后少练 当战魂狮没啥好处 打架这种事从来都是 谁拳头大谁就能赢 和战魂狮本身 买有半个海币的关系 怕了 听不听随你 不过看在你 勉强算我半个徒弟的份上 这枚玉茧就送给你了 还有 哪凉快哪待着去 别来找我们 鱼皮上流的话不多 韩非嘴里碎碎念 你还挺骄傲啊你 还不及你 还你当年的风范 你当年就一吹神当我不知道呢 还你半个徒弟 你叫过啥 臭老头 看完了 韩非把鱼皮往旁边一丢 拿起那枚玉茧 灵气一动 文字出现 巨灵精 韩非眨八眼睛 阵法书 韩非坐直了身体 他现在只会一个阵法 就是巨灵阵 顾名思义就是以灵气化阵 牵引游离天地间的灵气 其效果一般会比平日修炼高出不到一倍 可现在 老头竟然给自己留了一本阵法书 这老头 竟然还藏着这一首 巨灵精 似乎有点东西啊 韩非快速地翻看着巨灵精 不过翻着翻着他就震惊了 太多了 这玩意太多了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阵法 越往后看 其阵法的级别都已经涉及到了困住60级的鱼类了 乖乖 老头藏得有点深啊 翻完了整块预解 韩非闭眼 据林金 介绍几古金阵法为一体的阵法奇书 作者搜集整合了清新城500年内大量的通用和异类阵法 经自己一一推导而成 无法推演 韩非睁开眼 第一次发现无法推演的东西 难道 这本巨灵精是老头亲自写的 呲 韩非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你个江老头 玩得一手好阵 结果就教了我一个最基础的巨灵阵 简直太过分了 云层以上 一松华丽丽的吊粥之上 江老头挣小口喝酒 操控吊粥的江琴道 爷爷 你就这么把巨灵精留给了韩非 你不怕他学不会 江老头哼哼 那小子贼得很 这法这种神奇的东西他既然看见了 就不会放过 别忘了 当初学巨灵阵的时候 这家伙用了九天时间就学会了 江琴皱着眉头 可您最擅长的并非正法意图啊 大千丹精才是您的拿手绝活 爷爷 您这是算计他呢吧 江老头气了一声 你觉得那小子是能耐得住性子 学大千丹精的人吗 现在正直暴徒学院最忙的时候 往后的数年光景他怕是也没时间去研究大千丹精 倒不如把巨灵精给他 好歹让他在巨灵师意图上能走得更远 江琴淡淡道 巨灵精可不比大千丹精简单 一个巨灵阵他学了九天 天赋是好 那毕竟是最简单的 江老头扎巴嘴 我管他呢 正如江琴所言 韩非此时此刻还真没去深入了解这巨灵精 主要是他一看上面各种密密麻麻的阵图 比巨灵阵复杂多了 看得他脑子都大了 脚炎我飞天入海 寻宝探枯的 我哪来的时间啊我 注视完背盘狼籍的桌子 韩非又寻查了一遍种植园 他发现自己种的一片小麦足足少了一半 各种各样的灵质 几乎都少了一点 韩非笑着摇头 看来老头还是喜欢吃的 难不成他还能跑不可知之地去种地 咦 这倒是一个好途径 哽去了不可知之地 先去找种植园 没准就能找到他 在收拾了完这片地之后 韩非就把李清和李敢给叫了过来 俩人如今对韩非愈发恭敬了 就这几天 俩人修炼速度去猛提升 李清原本就是九级巅峰 这两天直接突破到了吊失境界 而李敢 实力更近一步 竟然突破了终极吊失这个瓶颈 达到了高级吊失 韩非此刻正躺在躺椅上晒着太阳 见俩人进来 哟 突破了吗 李清 多谢少爷赏赐 李敢 多 多 多 韩非 行了行了 打住 韩非悠悠道 从今以后 种植园归我于龙邦保护 江老头和江秦已经离开了天水村 这园子现在就是我的 这里现在就是我于龙邦第一种地 谁敢来种植园撒野 去碧海证告诉我 我亲自回来伴他 李清和李敢顿时精神一阵 不过也同时错愕地看着韩非 什么 种植园是少爷您的了 韩非拍拍椅子 唉唉唉 都什么表情 听见我画眉 这里以后是我于龙邦第一种地 李清历时大声道 是 少爷 以后没人人可以随随便便踏入种植园一步 韩非点头 嗯 不错 等我走了以后你们再来助手吧 我还要在这里待几天 去吧 打发走了李清俩人 韩非从椅子上爬起来 把脑袋探出种植园看了看 见四周空荡 就跑去了种植园里的盐舞场 是时候让夏日天变成真正的九尾螳螂瞎了 融合 次十四级的西林武功 就这么被韩非决定了命运 半个时辰后 盐舞场的地面上 夏日天狂甩着九根尾巴 一道道尾巴如同金刚链条一样锁在地上 而这家伙竟然在和地面发生着某种不可描述的冲击 韩非黑着脸 上去就是一脚 你给我安稳点 不就长出了九根尾巴吗 前摆什么 第十招惹你了 夏日天一脸无辜 顿时搭拉着尾巴 瓷气腾腾的趴在地上 尾巴还不时递在地上甩啊甩 韩非也是一阵狐疑 数据变化可不小 契约灵宠 名称九尾螳螂瞎 介绍变异螂瞎 具有迅捷的速度和极强的攻击能力 善于隐藏自己 偷袭猎物 当成长为完全形态后 九尾化九条神链 战力极强 等级三十 品质传说 蕴含灵气一八七二点 食物杂食类 偏好瞎类 备注当前状态 九尾 韩非正在思考一些问题 自己的契约灵兽 是可以超过自己的自身等级的昂 可灵魂兽好像就不行 前些天小金被融合出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 当时他还是二十六级的终极大吊师 可小金合成出来就是二十八级 韩非不确定 契约灵兽可以超过自身等级几级 韩非试验了一下 夏日天的防御力变强了 身上的甲壳变得增亮 鲜艳如抹了油的盔甲 附体后的实力也增强了不少 刚刚他尝试了一下 他很怀疑自己半只脚踏入了锤吊者的境界 不仅这般 这一次附体后 韩非觉得自己拳头上的力量非常足 他尝试着出拳 结果因为太快太猛 把地上给锤了一个大洞出来 呲 合着夏日天略知的力量我也可以用了 韩非眨巴眼睛 以前和江琴对战的时候 江琴那一双拳头简直尖如玄铁 刀剑不入 贼猛 好像自己现在也可以了 韩非琢磨是不是回学校了 得弄两本拳法战绩学学 似乎这也能成为压箱底的战绩 谁能知道一个巨灵师还能如战魂师那样战斗 谁能知道一个用兵器的战魂师更厉害的竟然是拳头 韩非 正当此刻 韩非听见有人在招呼自己 连忙收回了夏日天 从种植园跑了出去 第239章眼界不同了 韩非走出园子 就看见何小鱼 夏无双他们正看着脑袋往种植园里面看 见到韩非 何小鱼连忙挥手 韩非 韩非笑道 站门口干什么啊 进来啊 正好我一天没吃饭了 我整两个菜 来的人就四五个 何小鱼 夏无双 王白鱼 向南 陈庆 和韩非关系还算不错 勉强能算上村里最熟的了 何小鱼熟弱的问道 韩非 你这几个月去哪了啊 韩非脚下一顿 回头道 能去哪 去渔场了拜 韩非没说去哪个渔场 他琢磨着得给众人留点面子 他总不能说我去了二级渔场 你们一群菜鸟还在一级渔场玩呢吧 自打上回见了何小鱼之后 那时候他就知道 何小鱼他们的目标其实都很简单 拿何小鱼来说 这辈子就想当个大调师 来弥补他爹的遗憾 一直被家族培养的王白鱼 目的就是为了光耀门眉 成为王家最出色的兵甲师 至于向南和陈庆 讲真话俩人和何小鱼半斤八两那种 陈庆的天赋比何小鱼还差不少 成大调师该开心了吧 可是韩非自己呢 进了第四学院 肖战和文人鱼乃至白老头 一直有意无意的提醒 锤调者才是修行的真正开端 而自己等人也觉得 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正在为下面的锦囊而拼搏 韩非总觉得 既然进了第四学院 三级雨场必去的吧 不可知之地 总得去吧 韩非突然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了 不是不友好 而是人生中的目标全然不同了 当然 韩非嘴上笑着招呼 进来坐 地里的东西随便吃哈 王白鱼亚一道 不 不能吧 我听说种植园的江老爷子不喜欢外人打扰 韩非大手一挥 老头已经走了 现在这片种植园是我的 我请你们吃点林果怎么了 反正你们也吃不了几个 走了 可小鱼亚一道 可是昨天我们还看见 韩非 一早二走的 老头在天水村又不认识别人 就留给我了拜 邀请众人进来 韩非招呼了一声 随手拎了各况去地里摘了点水果过来 手一招旁边盆里就多了一盆的清水 大家随意 随便吃昂 不用客气 价无双无语 韩非 你们具林师怎么还会控水呢 韩非笑道 我 这就是一种小技巧 不值一提哈哈 你们等着 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几个菜 一般人可没这待遇 可小鱼连忙道 我来帮你 韩非狐疑 你行吗 可小鱼 我 当然行 韩非眨八眼 随手就往地上丢了一只盘摇道 那你给它洗洗干净 把内脏掏出来 可小鱼傻眼了 王白鱼 夏无双等人都傻眼了 他们哪见过这个 这特么是鱼 五六米大的鱼 最关键的不是这个 而是韩非从哪弄出这条鱼的 忽然 夏无双震惊地指着韩非 吞海贝 你还有吞海贝 向南震惊道 哇 韩非 你哪弄的啊 王白鱼 我只是想问 地上这是什么鱼 为什么有点像是说的姚鱼 韩非有些尴尬 笑了笑说 吞海贝吗 老是送的 这就是姚鱼 二级鱼场 呃 普通鱼类 众人看向韩非 骗鬼呢 陈庆一脸不信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 虽然我们去不了二级鱼场 可这绝对不是二级鱼场的普通鱼类 一线鱼 珍珠鱼 黄骨鱼 这些才是二级鱼场的普通鱼类 书上甚至都没说二级鱼场会出现摇鱼 韩非瞪了他一眼 就你话多 这叫盘摇 少是少了点 但是二级鱼场还是有的 这不机缘巧合抓了一条 失败 不吃多浪费啊 众人无语 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稀有 你特么抓一条二级鱼场的稀有鱼类就是为了吃 可小鱼嘴一掘 问问问 你们就知道问 鱼可不就是吃的吗 江南过来帮忙来清理一下 江南挨了一声走过来 只是鱼这么大 他还真不太好下手 于是无奈的耸肩道 这锅放不下的吧 韩非 没事儿 我还有个大锅 却见韩非从吞海贝里掏出来 进一米多长的大锅 平时学校里都是八个人吃火锅 锅小了不够吃 今儿六个人也够吃一顿了 只见众人眼珠子邓地老大 和小鱼无语 吞海贝啊 多金贵的宝贝 你往里面塞这么大一锅 众人点头 瞅瞅你吞海贝里塞得什么东西 锅 食物 你这真是是去历练的吗 你那是去吃火锅的吧 韩非脸部红心不跳 一惊一乍的 人是铁饭石缸 一顿不吃饿的荒 向南你整瑶鱼两边的肉昂 那边的经常动 很嫩 向南 当韩非从吞海贝里掏出了海遮 由于虚 大海赶之后 众人都快要上去打他了 他们非常确认 这货根本不是去历练的 这特么就是去找食材的 王白鱼悠悠道 这是瓷窝海胆 稀有类生灵 众人已经习惯 下无双无语 韩非 你这是真把吞海贝里全塞满吃的了啊 韩非 我也想塞别的宝贝啊 这不是没有吗 只能塞吃的喽 当火锅开始烧起 桌上摆了五六个菜碟之后 韩非还拎出半坛子酒 也问为什么 整坛的全没了 都给将老头带走了 韩非 整点 下无双 整点 当火锅打开 一阵香气扑鼻 几人口水都快掉下来了 酱男杂八嘴 韩非 你们平时都吃这些的吗 韩非加起一块鱼肉塞进嘴里 胡伦道 哪 你当这是大黄鱼啊 想吃就吃 我们平时都是吃大黄鱼火锅 口感最好 柯小鱼加起一块寿司送进嘴里 但是眼睛都眯了起来 这个好好吃 这真的是海胆肉吗 韩非欣说海胆哪有肉 海胆只有隔肛门 但是我不告诉你 怕你吐出来 陈庆连续吃了好几块鱼肉 只见脸色蹭蹭变红 忽然道 等一下 这肉里似乎有许多灵气 还有大量的能量涌入身体 王白鱼翻白眼 那是自然 这十二级鱼场的稀有鱼类 你抓到你能把它当火锅材料给炖了 众人无语 好像是这么回事 你问问天水村有几个人抓到一只盘瑶 会把它炖了的 一个都没 除了韩非这个家伙 为了吃 管他稀有还是什么的 一顿饭吃到一半 最后只剩下韩非一个人在吃了 其他几人 最有下无双一人在勉强下筷子 似乎想再吃几块 柯小鱼他们早已经坐在地上开始修炼了 盘瑶蕴含的灵气并不是关键 而是灵气淬炼得到鱼肉 蕴含了大量的能量 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去消化 否则怕是身体里不是灵气暴动 就是能量暴动 那时候就不是大补而是大毒了 数个时辰后 江南 陈庆 和小鱼相继突破 纷纷晋级终极钓尸 王白鱼本就是终极钓尸 零能晋级 但实力获益不浅 下无双潜力比王白鱼高 最后一个修炼 最早一个起来 起来后还跑锅里去捞鱼肉 却傻眼的发现鱼肉早没了 韩非别拗了 这里还剩下大半条呢 你们几个带回去慢慢吃 下无双 你不吃 韩非 我还有啊 下无双 第240章回学校 韩非笑咪咪地送走了下无双等人 一点都没皮 一副对待好朋友的模样 毕竟在他在天水村朋友真的不错 以前有一个和小鱼 后来勉强算是和王白鱼 下无双等人有点焦急 回去的路上 柯小鱼皱着眉头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现在好客气哦 江南深深地看了一眼和小鱼 没说话 下无双扛着盘摇 砸巴嘴道 难不成你还想他对你不客气啊 王白鱼微微摇头 疏远了 虽然韩非努力表现得和以前一样 但实际上还是疏远而来 因为我们所在的层次不一样了 你们真以为这盘摇是好杀的 据我所知 摇鱼是群居性鱼种 想要猎杀摇鱼 首先就得面对一群摇鱼 这是其一 其二 二级鱼场我并没有听说过有摇鱼 倒是有传闻 在海底丛林那里可能偶尔会跑出来几只 但也只是偶尔 柯小鱼 海底丛林是哪 王白鱼苦笑 前些十日 石灵鬼的发声大便这是你们听说的吧 那就是四大绝地之一 而海底丛林排名第二 排第一的是火焰山 第二的就是海底丛林 第三才是石灵鬼地 第四是四殿水域 斯 下无双道吸了一口冷气 你的意思是韩非去过海底丛林 王白鱼 我的意思是韩非成长太快了 在碧海镇的时候 第四学院五人就立压三大学院 后来他们就消失了 至今消失了两个多月 去哪了 陈庆张大嘴巴道 两个多月都在二级渔场 这时哪怕何小鱼都提起了一颗心 二级渔场那种危险的地方 足足待了两个多月 王白鱼苦笑道 所以我才说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如果他们现在就已经横烫了二级渔场 你们可以想象他们下一步要去哪里 众人想都没想到 三级渔场 王白鱼 那是肯定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分析过 暴徒学院出世以来 两个月缔造了碧海竞技场三十年未有的百连胜 可谓一战成名 又两个月 韩非他们横烫二级渔场 全身而返 向南道 是啊 他们的进度也太快了 架无双 所以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三级渔场才对 王白鱼断口否认 不对 嗯 架无双纳闷 怎么不对 王白鱼微微咪着眼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三级渔场 其实在竞技场百连胜后就可以去了 别忘了 能击败三大学院百强的人 去三级渔场历练难道不该是很正常 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特意去了二级渔场 如果不出所料 三级渔场甚至也只是他们的过渡 架无双咽了口唾沫 不是吧 难不成你要告诉我 王白鱼点头 对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不可知之地 一众人都原地一顿 却听向南单笑 算了算了 太过遥远了 我觉得我三年之后 如果有机会踏上三级渔场 就算天才了 夏无双谁说不是呢 何小鱼抿着嘴 他从来没想过啊 他就想成为大调师而已 他想过自己以后会去二级渔场垂钓 但还没想过去三级渔场 他爹说过 三级渔场 那是大调师都会随时陨落的地方 倒是夏无双瞅了何小鱼一眼 何小鱼当朋友挺好的了 至少偶尔还能一起吃饭聊天打牌 何小鱼抿着嘴 招待完何小鱼他们的第二天 韩非就招呼了李清他们过来 安排了人手专门照料种植园 顺手还在屋子边上重新酿了醋 韩非看着种植园 嘴里淡淡道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可能不会回来了 有事就去碧海镇找我 找不到就找李刚 他知道怎么找我 李清 是 少爷 韩非拍了拍李赶胳膊道 没事多看着点种植园 想吃就吃点 偶尔去打理打理田地里的杂草 不用担心灵果用完 用多少 拿多少 其他的任由他们熟透 坠落 腐乱 很快就会长出新的来 李赶脸色战红 是 少 少爷 敢 一定 亲自 李赶话没说完就看见一枚预见冲他丢去 他下意识结果 一脸茫然 韩非 这是一门灵极战绩 邦里的重要人物 在保证可靠的境况下可以传播 李赶瞪大了眼珠子 灵极 他当然听过 繁极之上是旋极 旋极之上才是灵极 这 足足跨越了一个大层次了 这简直是至宝了啊 韩非扔得自然是捡到的那门双刀流了 这种战绩他才看不上 小爷我好好的万刀流不练 难不成去练什么双刀流 当然 对韩非来说没啥用 可李钦和李赶他们没见过啊 接触不到 这就是最大的原罪 江老头和江琴走了 似乎天水村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了 他觉得自己以后恐怕很难得才会回来了 暴徒学院 韩非回来的时候 就听见种植园里有当当当的声音 走进去一看 发现了人狂正在用两面大盾砸小麦 韩非哭笑不得 胖子 你啥时候回来的啊 月人狂一看韩非来了顿时一喜道 我早回来了啊 这都第九天了 就差你一人了 韩非惊讶道 不是放十五天假吗 怎么都提前就回来了 月人狂活动了一下筋骨 回去也没事而干啊 下小缠还突破了一下 咦 你也突破了 月人狂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能够吧 这才多久 韩非是在二级鱼肠火运动里刚刚突破的啊 这才几天 两月 又突破了 韩非白手道 好东西吃多了 自然就突破了 你忘了我吞海贝里全是海鲜了 月人狂哆嗦 那也没那么快啊 那只是二级鱼肠的生灵 又不是三级鱼肠的 韩非拽着他 别敲了 带回去慢慢敲 我这还有事跟你们说呢 进了学校 夏小缠和张玄玉正在对练 可把张玄玉念的那叫一个死去活来 看见韩非进来 张玄玉顿时大叫 飞 快来帮忙 夏小缠疯了 韩非挥爪 夏小缠 打他 砰 张玄玉被一刀切的在地上滚了两圈 完了就看见夏小缠身影消失 韩非几乎是下意识的身体一歪 可还是被一把匕首捅在了肚子上 当 好在韩非已经调整了姿势 否则被扎一下的滋味可真不好受 韩非无语 夏小缠 你别动不动就捅人好不好啊 夏小缠身影突兀的出现 打亮了韩非一下 你也突破高级大吊师了 夏小缠这次无功而返 很郁闷 本以为自己晋级够快的了 谁知道韩非回去一趟也突破了 韩非 侥幸 夏小缠收起匕首 算了 不打了 做饭去吧 胖子 张玄玉 你们俩要努力了 现在就你们俩是终极大吊师了 韩非意外 小白也突破了 张玄玉这会垂头丧气 唉 满满的压力 你们这些人就不能让我放松一下吗 这会 洛小白从树屋里下来 清冷的说道 这几天都准备准备 越人狂和张玄玉好好修炼 过几天恐怕会有很多人来我们学校报名 到时候我们得冲当考官 啊 洛小白 暴徒学院已然之名 来的人恐怕不会少 越人狂 那 那我去修炼 你们去当考官 见过了人狂想溜 韩非一把拉住他衣服 别跑 我还有个事要说 众人看向韩非 却见后者脸色一变 有人抢你们的钱了 众人 韩非不紧不慢道 黑和商会知道吧 越人狂点头 知道 就是想抓归大爷的那个商会 不过就一个普通商会而已 他们怎么了 韩非 他们抢走了鱼龙帮鱼龙棋牌的技术